小胡子准备换个6座7座电动新能源车型 想在理想L8和大众ID6里选一个 请问哪个质量好更符合家用 开着坐着更舒服 这辆管车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无论是驾驶感受 称重感受 还有智能化这一块 还有辅助驾驶这一块 完全理想L8碾压大众ID6大 那么首先你买这个新能源车型 一定要注意 你家里最好有安装充电机上的一个条件 以备以后充电方便 如果你家里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条件 你所居住的城市 最好普及这个充电桩 如果你所居住的城市 没有普及充电桩 家里还没有安装充电桩的条件 尽量就不要去买新能源车型了 那充电会很麻烦的 没有电源充电嘛 是不是 那么他俩最大的拒绝 如果说大众ID6 它是一个精装房的话 那么理想L8 它就是一个豪华装修房 无论是智能或这一块 乘坐这一块 智能化这一块 还有这个高级感这一块 舒适度这一块 都要完全碾压你这个大众ID6 你家最顶配的ID6 才34万 你买这个L8还不够 还添个三万两万的才能买到 这个L8需要这个36万37万的 这个价位区别 再一个 这个理想L8 它这个车身长度 还有轴距都要比这个大众ID6 要更大一些 更长一些 虽然都是定位中大型SUV 但尺寸也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说一说 这个理想L8 它有哪些 过人之处 首先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Pro版本 售价36万 还有个Mars版本 售价40万 都是装程式车型 其实呢 理想嘛 一直都是为居家奶爸打招车型 是不是 为居家使用的一款车吧 那么Pro和Mars版本 有什么区别呢 Pro版本 它这个辅助驾驶芯片呢 匹配的是地面线的 增程5 就是我们国内生产的一款芯片 算力是128 这个是北京技术研发公司 生产的一款芯片 在我们国内是非常厉害 非常牛的 那么Mars版本呢 Mars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这个理想L8里面 解释可以问为 它是最快最大 相对比较Pro版本呢 多了个激光雷达 激光雷达呢 它的作用就是说 在夜间探测的效果 要比毫米波雷达呀 要更好一些 而且还可以大大提升 这个辅助驾驶功能 使其更加的安全 可靠 并且Mars版本 匹配的是两块 美国英伟达的芯片 算力达到了508 这么说吧 如果你想要实现 L2G L4G 使得坐舱更加的智能化 更加的快速 更加的准确 自动这个驾驶功能 更加强大 就必须有强大 锁力的芯片 去做支撑 如果没有这个 别的都是空谈 就是这个芯片 这个自动驾驶 智能化这块 它起到一个 绝对性的一个作用 那么如果说 这个Pro版本 是个精装房的话 那么这个Mars版本 就是个豪华 精装房 就是这样 那么以上我所说的这些 都是大众ID6 它不具备的 所以说 L1L8贵 还有贵它的道理 并且悬挂是前双扎臂 后面是个五连杆的悬挂 悬挂方面比大众ID6更好一些 大众ID6是前麦夫欣 后面是个五连杆悬挂 是不是 大众ID6 这款车子开起来 底盘扎实感是非常不错 非常优秀的 但是说它车机这块 相当差劲了 还没有比亚迪斯多安的车 用的那么灵活 车机这块一塌糊涂 但是它的底盘扎实感调教 是大众的强项 非常不错 其实大众ID6 它就是一个 换了口的给我们国产 的新闻车型了 它的这个电池 电芯都是来自明德时代的 都是我们国内的技术 散弹技术 只有只剩下 这个底盘调教是它自己的了 是不是 这个理想L8 它这个电池电芯 也是来自于明德时代的 它俩都是这个三元锂电池 所以说这两款车子 如果你非要选择大众ID6 有这个价钱 我建议你选比亚迪唐 DMI或者DMP 要比大众ID6更好一些 如果说你想贴点钱 就选择这个理想 这个理想L8 还是非常优秀 非常不错的 可以说就是一个小型号的L9 新加坡很高的一款车子 无论是家用 是出行 它是非常好 非常好 智能化的一块是非常不错的 那有没有买过开过这两款车子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